接下来,今天我要来讲的是一个乱数取值 乱数取值在DunetFamwork里面 它用的类别是system.random 我们来看一下system.random 它的msdn 它的msdn里面 这是msdn里面的random类别 是专门用来做乱数取值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类别里面,它的建构值 建构值的话,它有两种 一种是不用参数 一种要正整数的参数 它里面的方法 里面的方法的话 这个nest是取得值的方法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nest有1,2,3,4,5,5个 可以取值的 可是呢,它并不是静态成员 那因为不是静态成员 如果要取得它的方法的话 一定要建立物件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建立这个random的物件呢 我们random的物件在这里 在random的物件的建立方式 是用 因为是用new的方式来建立物件 不用给参数 另外一个是利用正整数 来建立random的物件 那现在呢 我们再过来看一下 msdn msdn里面 random 它的方法 我讲几个就好了 一个是nest 这个nest呢 我们进去看 这个nest呢 它的语法是这样子 函数名称 不需要任何参数 然后传回正整数 那它会呢 传回一个数值 是一个大于等于0 或是小于max value的值 那再过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面呢 nest里面有一个参数 是一个正整数 那正整数呢 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进去看 进去看这个msdn 这个方法是nest 里面的参数是最大值 那意思就是说 它会取得一个乱数 取得这个 传回这个乱数 那这个乱数呢 是小于它 小于这个的乱数 然后呢 里面的值有可能是0 那我们再看过来呢 这个的话是传回一个正整数 那这个正整数呢 是在这个范围 这两个数值参数的范围里面 大于等于它 小于它的正整数 再来一个是nest double 那nest double呢 它传回大于或等于0.1 小于1.0的随机浮点数 那我们来执行 写一个程式码来看一看 那现在我打开了一个 我们来一个程式码啊 那这个程式码最主要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最主要是这样子 执行看给同学看一下 这个程式码呢 总共有三个图形 那这个三个图形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三个图形的话 这三个图形的话 就是dice 这个dice 有1到6个值 那正 然后它出来的话 是我们可以一直看 一直看 它有1到最大到6 最小的是1 那1 2 3 所以说它有三个 我们应该取得三个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数值 这里面的图形有1 2 dice有2 3的dice3 4的dice是这个 5的dice是这样 6的dice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写这样的程式码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 我们来写一下 建立一个waveform 那waveform 那我把它取名叫 d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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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 那现在我要想要用控制项来做 好 它现在已经产生了 我现在用控制项 image的控制项来做 好 那现在呢 我把它给 程式码 用水平的方式 好 带slab 用水平的方式切割 让看得更清楚 那在waveform 里面 我打开一个工具箱 我打开工具箱 工具箱里面在这边 我丢了三个image的控制项 一个 两个 三个 好 再来一个 把它给切割起来 然后再放一个 好 hyperlink 我们来看一下 hyperlink 好 那我们现在把属性四窗 叫出来 好 我们把 我们把属性四窗叫出来 好 属性四窗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好 这一个 image呢 那在Image的属性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类别里面的行为 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 那就是ImageURL 那表示图形的档案路径 那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这一个Image 它的一些MSDN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命名空间是 System.web.ui.web.controls.image 好 我们找到第一个 找到第一个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Image的话 在这个ImageURL的属性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说 它的资料形态是什么 那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资料形态是自串 所以呢 这个资料形态 我们可以给档案是自串 指的是 指的是这三张图 这三张图 那所以说呢 现在呢 我在这边 要来写程式 写成这样子的结果 那第一个的话 我要建立一个什么呢 我必须要建立一个 建立随机取值 随机取值 那在我讲过了 在DoneFMwork里面 随机取值的类别是random 那random 我现在注意一下 建立一个random的物件 等于new 为什么要建立random的物件呢 因为它其中一个方 我们必须要用到 它的方法 nest 那nest因为它是普通成员 所以必须要用 物件的方式去做存取 所以现在呢 我就用 物件的方式去做存取 那 现在呢 我把 那我现在呢 要用 因为有三个档案 所以必须要 dice里面有三个 所以我必须要用 用一个int 这个是乱数的 number1 等于 nom.nest 那这个nest的话 在我们 msdn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边呢 有 我们必须要用它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它呢 是在指定范围里面 那 dice里面 它最小值是1 最大值是6 那因为不等于它 所以应该是 它的范围应该是 括号 1到 大于等于 小于7的 结果 这是第一个图 第二个的话 number2的话 我就这样呢 一样 是 1到7 1到7 好 第三个的话 int number3的话 一样 等于 number nest nest 然后一样 1到7 好 这样结束完了以后呢 老师现在呢 我现在呢 要 一个档 第一个档呢 图的第一个档 因为它这边 这个图档呢 它前面有dice 所以我自串呢 要加一个dice 然后再 加上 这个 123456 去 转数 所以 number1 .truestring 把它转成 自串 然后呢 再 加上呢 这个 点 gif 所以呢 我再点 gif 这个档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现在 因为有三个档式 一样的 所以呢 我就 就用copy paste的方式 然后这是2 好 那这是 这是第二个 乱数 2 然后这3 好 这是 第三个乱数取之3 第三个乱数取之3 然后呢 再来把这三个档案给这个image的控制项 那这个控制项的类别名称叫image 那它的物件呢 那它的物件呢 就是image1 所以呢 这个image1的话 image1 点什么呢 刚刚讲的 它的档案给的方式是它的属性 imageURL 那它的资料形态是自串 所以我给它file1 那这样子的话 我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用copy paste的方式 把这个改掉3 那这个物件记得要把它改成2 跟3 就是这个123 这是123 这里错了 应该是改这里才对 2 3 这是URL 那我们来看看呢 我们执行结果是怎样的 我们执行看看 执行结果呢 reload 发现我们已经这个三个dice 已经完成了 那这边有一个hyperlink hyperlink的话呢 我就在这边写一个reset 它是一个超的连结 那这个超连结呢 我们按save 这个超连结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的程式码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原始档 检视原始档 检视原始档这边呢 控制向 sp.net的控制向 image 它会变成标签ing 那hyperlink呢 会变成这个A 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必须 这一个呢 的属性 我们把它交出来看一下 最重要它的属性在哪里呢 在行为里面 它有一个呢 是什么呢 有一个寻览 这边有一个叫做 navigate URL 那就是说 A里面的 相当于A里面的 HREF的属性 所以 在 hyperlink1 hyperlink1 这个物件里面的 navigate URL 我们可以它 再重新再执行一次 再reset一次 所以我们应该 连结到 这个原本的档案 所以是 diceyslab.aspx 好 那我们只可以执行看看 整个程式码就结束 就完成了 我们来执行看看 非常完整 这个就是 什么范例呢 这个就是 random的范例 random物件 用nath的方式 取得 取得这个 随机的数目 执行结果 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 这个范例就在这里结束